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观众朋友最大的困扰就是要买保险或者想要投入保险业的时候 究竟要选择哪一家保险公司 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房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人的不同建议 所以更是让民众们觉得非常的困扰 这么多产受险公司究竟应该怎么选择呢 《现代保险杂志》32年前创刊的时候 就看到了民众的这个需求跟问题 所以在由《现代保险杂志》跟《现代保险杂志》捐助成立的 《现代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早在二十几年前 就开始由不同的视角去推荐给我们民众 怎么选择要加入或者要投保的保险公司 其中最重要是三个不同的视角 第一个是学者观点 当然学者的看法 专家的看法非常重要 所以有一个保险性望来讲 是从各个不同的项目 推选出最值得民众信赖的保险公司 第二个是从科班生 大学科班生的视角 因为科班生最大的需求 就是要选择他们最想要加入的金融业 包括内景跟外景 这个是保险龙凤奖 第三个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叫做保险品质奖 保险品质最重要 因为我们是由全国的消费者 票选他认为四大项目 第一个是他觉得知名度最高 第二个是他觉得幼儿园最优 第三个是觉得理赔服务最好 第四个当然最重要 就是综合这些之后 我们的消费者觉得 全台湾最值得推荐的 产选公司 受选公司 究竟是哪一家 今年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 因为得奖公司揭晓了 我们特别在此时邀请 再次夺下四贯网 四联罢的保险公司的总经理 副房仁寿总经理陈俊伴 陈总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刚刚讲的只有保险品质奖 如果以今年来讲的话 我们的保险希望爱奖 跟我们的龙凤奖 贵公司都是最大的赢家 今年保险希望爱 希望爱不是停办吗 我们讲的当然是最新的一起的成绩 明年是22加一届 希望贵公司能就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保险来讲 我想对您个人 或者对整个保险人来讲 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荣耀 因为您是三次的最佳领导人讲 对吧 这是过去的 我们要看未来 是 我们努力在争取 是好 那龙凤奖 当然更不用讲了 不管是内请或外请 贵公司都是我们国内的科班毕业生 最向往的公司 这真的 我想应该是说 现代保险杂志社创的这三个奖项 让我们有追求的目标 所以我们是非常的重视 因为其实 其实我刚刚提到 我们坊间其实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推荐 但是我们这三个奖 资历都超过二十几年 也就是说都已经建立了一套 经过不断不断的淬炼修正 然后定出来一些标准 我们今天访问您 其实最主要当然就是 我刚刚提到说四冠网 因为今年的保险品质奖 其实已经是我们第28年 举办这个奖 贵公司再一次获得四冠网 第四次联罢 所以我想我们针对这些议题 也让我们的业者也听听 可以拿到四冠网的公司 到底做了什么 大家一起努力 让保险也做得更好 第一个当然就是知名度最高 其实在这份调查里面 知名度最高 是有一个总的知名度 另外一个负面知名度 我觉得负面知名度 也非常有参考价值 而至少让保险公司知道 它知名度那么高 其实可能是负面的很多消息造成的 当然贵公司得的是 正面的知名度的第一名 不过我想也帮我们的业者问一下 就是贵公司有这么好的口碑 然后知道的人这么多 到底负面公司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在这件事情上面 好 其实不瞒主持人 这个奖是我最害怕的一个奖 是 为什么 因为这个奖比较难以追 例如说保险性妄碍 它有很多很确定的内容 指标 确定的指标 这个指标让我们来做些什么事 这个奖就是 你不知道你该做些什么 不一般说起来 其实在我们整个来做的话 应该是说 我们尽力在帮我们通路创造优势 而这个优势尤其是我们是金控公司 那金控公司的优势又比别人本来就比较多 那比方说我们要谈保险 那我想产兽恐怕不能分离 很多地方产兽的那边的保障 其实跟兽险其实是一样 所以要谈保险 很多产兽是不能分离的 我想顺便也帮产兽的这个世贯网讲一下 那产兽公司的品质奖的得主 也是富邦产 是 因为我们是合作的 所以其实你们的成绩里面都有互相有对方的表现 应该这么说 是吧 所以我们彼此 尤其是在提供大家客户的保障身上 其实我们是合作的非常深的 所以谈保险它是不能分的 那谈理财 我们跟银行当中 其实有很多也不能分 然后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 我们集团里头也提供很多 虽然那些不是我们销售的内容 但是我们跟客户当中 其实有时候聊天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些事情聊起来都是话题 所以这样会帮我们通路 创造很多很大的一个优势 那这几年呢 其实我们在做非常多的一个国际化的事情 那我想这两年大家最知道的 就是我们在韩国的投资 那韩国的投资呢 其实我们应该是说 我们成立的时候 2015年应该是不算成立 跟那时候刚接手 还不到完全控制的时候 那时候资产是2000亿 那现在资产是4400亿 也就是这几年的时间 整个总资产成立了多了20倍左右 22倍左右 那香港呢 香港其实排名也在中断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呢 在我们现在几乎就是一个 亚洲的区域型的一个保险国 所以国际形象也越来越强 另外呢在财务上 我想大家都满注意到 那我们在这几年上的一个获利是 我们在106年 我们获利大概有325亿 107年108年都200多亿 大概250上下 那今年呢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有453亿的获利到9月 到9月也有453亿的获利 所以这样的获利能力呢 其实会让公司的形象 特别的引人注目 而且这个获利后面呢 没有什么特别 特别让人家觉得 不好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方面整个 最后一个就是说专业的形象 那就像老师您刚刚提的 那心旺爱 我们也是常客 然后那个 常胜君 我们不敢说常胜君 我们是常客 然后那个 农奉奖 那农奉奖 我想我们连续的 连续获奖的年度呢 比品质奖要长太多年了 那我来补充一下 富邦金控也是金控主的第一名 对 我们今天我是代表人 所以在这方面呢 其实我们在形象上 因为我们专注保险形象 所以在形象上 国内呢我们专门追求这几样 那另外呢 大概当然也有国际的 Wall Finance等等 那另外呢 我们也跟着金控追求 现在非常那个ESG等等这一些 那我们也追求公司治理啊 什么等等 所以我们在专业形象上 其实是有相当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综合起来大概是 我们有努力在做 然后也在努力求进步的各个地方 是您说有没有错 保险评则确实是难度最高的 因为这是一个对民众的普查 并不是有特定的对象来做这个评审 所以每一年抽到的人可能不一样 那今年又疫情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项调查在执行的时候 更能够感觉到消费者心目中那种 继承的它对不同的公司的印象 我们从结论上来看 但是我觉得知名度最高这件事 本身你也可以说它不重要 但是其实知名度有可能就会变成指名度 这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如果消费者不知道这个公司的名字 就不可能指名这个公司了 那因此它就可能跟我们的业务总资产 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以贵公司来讲到今年 我看了一个报道 总资产已经突破5兆了对不对 您觉得这是这个意义代表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国内受险的业材 30兆的资产 当然很多人会说 这个会不会是养出来的怪物 那我想这个绝对不是 因为我们在合并的当时 那个时候2009年当时到现在 我们几乎就是5倍了 总资产就翻了5倍 那总资产最主要当然来自于 就是说手机保费的增加 还有续续保费的一个累积 那这代表就是什么 代表就是客户的认同 客户愿意买我们公司的商品 然后带进来我们手机保费 然后还认同公司的形象 公司的服务 所以也会继续的一个缴费 那也代表了我想总资产它最重要的 除了考验业务能力以外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考验经营能力 公司是不是能够在总资产上面 努力去做到应该有的投资 安全的投资 不能给大家一个危险的感觉 现在我想监理机构最怕的 也是我们在总资产的管理上 出了问题 所以除了自己的努力 带给大家安全的感觉之外 我们承诺给保护的回馈 是不是能够做到 另外也可以给股东 一个适当的回馈 然后照顾员工 这些方面都很重要 所以总资产其实 总资产的增加累积 代表是公司的经营能力的肯定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还有整个商品架构调整的关系 我们在报纸上看到 所有的保险公司业绩都是衰退的 那我们今天专访的这个 四贯网四连霸的业绩表现如何 那为什么 那总益怎么看 休息会儿再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我每个梦想 认真去追 由现代保险杂志跟现代保险教育基金会 所共同举办的保险品质奖的调查 今年已经是第28年 完整的结果会公布在12月号的 现代保险杂志上面 那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到各大数据都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您上网络查询也可以 那这个问卷的最主要目的呢 是针对我们全台湾的民众 扣除掉自己从事保险业的这些人 他们心目中认为 他们最想要挑选的保险公司的指标 那各位呢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们刚回到那个话题 因为今年我想对全台湾的授权公司 跟业务员来讲 真的在业务上面来讲可能都不好过 那当然以贵公司成为这个保险品质奖的四贯网 您贵公司的保费有没有受到冲击 那您个人看整个市场的状况 您有什么感想 好 今年以整个业界来说 全年度到9月左右大概比去年 大概衰退30% 以首年度保费来看 那如果以8 9月单月份来看 大概都衰退40%左右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程度是越来越下滑的 那富邦人寿很不幸的是 去年的FIP是市场战率最高的 所以战率越高 衰退幅度越大 因为去年表现太好了 对 所以今年很辛苦 那这个衰退其实刚刚主持人也很关心 这个原因在哪里 其实主持人都知道 这个原因我想最主要是两项 一个是说整个的一个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其实它影响最大的可能就在保险 因为大家有一段时间是不出门的 不出门的 所以包括业务员的接触 他们都有一些拒绝 那包括到银行去买保险 其实也都不太愿意 所以这方面让保险的购买欲望差了很多 那另外一方面大概就是商品上面的一个改变 在监理机关带领的状况之下 因为都走向 尽量走向非除细险 因为除细险尤其是短期的一个除细险 它对资本金的需求也比较大 那在类别上比较认为跟保险不是那么相关 所以以后在Alpha 17的状况之下 它对资本金的需求又来得特别高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监理机关也一直说在引导我们能够少卖一些除细险 然后另外就是利率 利率不断地降除细险的吸引力 当然也就下降了 所以在这几个综合因素之下 今年的保费其实是降到一个相当大的程度 所以我们一到九月我们的保费 初年度的保费是931亿 那也比去年衰退了大概三十几%的一个程度 是 但是作为一个公司的经营者 您认为目前的这种保费的状况 对公司来讲是健康的吗 我觉得没有不好 没有不好 保费大有保费大的一个经营方式 可是保费大另外一个就是资产 可运用资金的庞大 然后当你大到一个程度了 再来越来越大 其实也在制造公司经营的压力 所以这时候保费降其实也是一个好处 另外一个就是说 保费降如果降的是往 保账上面走的话 保账这个方向走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保险公司 对业务员或者甚至对消费者 我们讲客户 对所有的客户它都是好事 不可能是坏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把整个的业务方向 带到一个好的方向的一个做法 因为消费者真正欠缺的真的是保账 只是说刚好碰到今年是蛮辛苦的 大家都比较辛苦一点 那可能业务员收入会降比较多 那我们保险品质讲的 第二个项目是业务员最优 我常常讲说业务员其实就是 保险公司对外的橱窗 因为我们一般人不太有机会像我今天 面对一家公司的总经理 因为我们大部分民众接触到的都是业务员 所以业务员给大家的印象 几乎就等同一个消费者 对那一家公司的印象 那以贵公司来讲 因为你们的规模非常庞大 想必业务人力跟通讯的 服务的据点一定很多 对吧 贵公司现在有多少业务员 我们目前大概2300个左右的业务 2万 2万3000个 我马上把它降了十分之一 2万多的业务员 那服务据点呢 现在服务据点也有400多个服务据点 是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龙凤奖 就是科班应届毕业生 他们最想要进入的受限公司 有六成的毕业生 他们第一名最向往想要当业务员的公司 竟然是贵公司 那您做一个领导人 你觉得他们这样的期待有忽悠吗 他们这样的期待是完全正确的 完全正确 不是因为迷失 我想不是因为误会 不是误会 您认为是真的是值得他们投入的公司 我们在努力的 也就是说呢 不是因为误会 但我们也希望能够天长地久 那其中呢 我们在努力的 当然有一些事情 在前几年 我们不断地在强调就是说 我们业务富邦的业务团队走的是年轻的路线 那这几年下来呢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呢还是年轻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谈的是stay young 也就是说年轻 其实那并不一定就是年纪 也不一定是外表 那它重要是心态的一个年轻 我们是不是能够呢 不管你走多少年 不管你努力了多少年 或者年纪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能就是stay young stay young 对大家来讲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呢 就像您这样 老师您特别是永远的一个年轻 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stay young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呢 过去我们说我们有点创业制的感觉 事实上应该是说比较是什么 创业领导制 我们在这里面并不是真正的创业 可是让你可以带出自己的团队 让你可以带出一个小团队的一个领导人 这种感觉 而且跟你有创业相当的一个感觉 那第三个就是说 过去大家都主打说 业务员是高收入 那可是呢 没有固定心 那我们现在主打的是 追求业务员高而稳定的收入 这个是我们也蛮特别的 那第四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说 业务员当然要赚钱 可是客户心 朋友心 你要有很多的客户 每个客户你必须要把它交成朋友 这是我们非常要求的 很多人说当业务 多一个客户就少一个朋友 我们要说的是多一个客户就多一个朋友 这是我们努力在做 希望这些能够让很多人来认同我们 是因为如果我们看学生选保险公司的几个条件 第一个是诚实经营 这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大学生总是还有很高的理想性 我们也有 他们期待的保险公司真的就是要很诚实的 第二个是售后服务 第三个是业务员的素质要好 那我们其实很多调查都是环环相扣的 比方说贵公司在这个理赔服务是第一名 在业务员最好也是第一名 那符合大专生的期待 他们希望他进入公司是这样的一家公司 不过我觉得很好奇也就是说 你们这么多优远 然后有400多个据点 城乡差距绝对是免不了的 那你们如何做到说 不管是大都市里面的优远 或者是说比较偏远地方的优远 都能够拥有一个等值的品质 怎么让他们做到 不管教育训练 服务的训练 怎么做到让他们没有这个城乡差距 好 我想在过去 想做到这一点上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来说呢 不能说很简单 但是比较有机会来做到这些事情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科技的运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例如说我们每个星期三 是有一个共同找会 共同找会的主题 那这些共同找会主题就是 我们叫富邦新世界 然后我们会找不同的主题来录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育训练 那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 到现在来说呢 我们也跟着年轻年的潮流 我们现在直播 直播 然后找不同的人来做直播 那这个是一些基本的训练 可是实际上呢 业务的品质好不好 不在于训练 在于活动 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呢 我们努力的 用力的在制造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呢 我们叫做FLI 这是专为我们业务员 量身制作的一个一套系统 现代的业务员 怎么讲 这FLI叫做F就是Facebook LLINE Instagram IG 就这三个上面 其实我们很多业务员 我们会说 年轻的业务员 说你没客户 对 他说我也没有什么人脉 可是如果你把他这三个平台 三个社交平台上面的朋友 拿出来看好几百个 他怎么可能没有 所以我们在做的就是说 过去你找人是不是 找客户是不是电话 现在呢 他就不打电话 都在这三个平台上面 联络 甚至我们很流行的找安徒 那不就是LINE上面有的东西吗 是 所以我们在这三 这平台上面 第一个麻烦你联络 联络你的客户 那联络呢 在我们的系统里头开始记录 一 联络 二 交换话题 三 约放 然后四呢 我们开始有其他的活动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说我们记录过程 不记录内容 以前的业务员 你要他记录内容 那记录内容 他都造假给你 既然当业务 就表示他那么非常讨厌文书工作的 那我们现在记录过程 那记录过程呢 像这样的一套系统 其实是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作业方式 特别推出的一套系统 那么 我们下期见